人氣話題來看到 彰化線遠鄰市浮鎮路上 出現了一個奇觀 路旁電線桿頂端 竟然長出了火龍果 而且還結實累累有七顆果實 民眾看到都嘖嘖稱奇 PO上網之後也引發了網友議論 民眾笑說 這是動畫航海網裡面的惡魔果實嗎 還有人說像寶可夢遊戲裡的 耶誕樹怪物 民眾在路邊抬頭望啊望 到底在看啥 原來是五公尺高的電線桿上 竟然長出一顆火龍果 甚至還開花结果 結了七顆鮮紅碩大的果實 電線桿上長出火龍果 讓附近民眾嘖嘖稱奇 還把影像PO上臉書引發熱議 萬有苦手形容 這是海賊王裡頭的惡魔果實嗎 還是寶可夢遊戲裡的 耶誕樹怪物啊 他會不會想要 摘下來吃吃看 特別甜 哪還是特別味道 我不想冒著生命危險 重回市場 這電影就在彰化園林浮鎮路上 台電人員接獲通報 前往會看 發現電線桿是當地民眾撕射的 仔細看 發現這顆火龍果從上往下生長 懸空服貼在電線桿上頭 民眾之前試圖結論過 不過這顆火龍果 生命力旺盛 持續生長開花 專家表示火龍果 所需要的養分很少 只要有空氣和一點養分 就能生長 防止性很強嘛 對土壤氣候的要求 那個需求很低 隨便哪個地方都會長 只是說如果這個地方 遠分過的話 它長得比較好 由於電線桿是民眾撕射 台電會堪後確定沒有危害電力 輸送的疑慮 不過台電公司表示 如果所有人有需要 會協助清除 但當地民眾希望保留 讓它繼續生長 成為當地奇觀 借帶人貌 彰化 唱不倒